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国产恐怖电影 阴阳先生之末代天师 这个电影是以讲故事的形式来播放的 实则是为了怀念一代僵尸道长林振英 好了,开始今天的电影讲解 在阴阳中转站 男主颜阳明做梦梦到了打斗僵尸的画面 接着就被宝葫芦从梦里叫醒 随后男主就问宝葫芦是怎么死的 原来宝葫芦生前偶然间撞到了自己女友车阵 然后就被突然冲出来的车 撞死了正在发呆的宝葫芦 接着宝葫芦问男主每天共奉的三个牌位是谁 相信各位小伙伴也是很想知道 那今天涛哥就为了大家来解除一货 在很久以前 英叔坐下了三位弟子 秋生、文才和阿龙 他们三人在一个小镇居住 三人每天以不同的职业为生 秋生开了武馆 文才开了纸扎店 而阿龙则以算命为生 三人一起收养了甘宝和小僵尸 白天三人做生意偶尔斗斗嘴 夜晚则是一起怀念英叔 相信看过英叔电影的小伙伴 也是很怀念英叔的吧 有一天小镇来了一个大帅 带着媳妇小倩 小舅子斗鸡眼和一个破道士 破道士说这个小镇会有阴宅古墓 一定可以捞到很多宝贝 就在大帅和道士谈话的时候 斗鸡眼说小倩私会情人去了 原来小倩的初恋情人就是秋生 当初只因为英叔要带着徒弟去捉僵尸 秋生只能抛下小倩 跟随着师父去捉僵尸 随后大帅就让斗鸡眼 去找秋生等人的麻烦 还说过几天会找全镇的人 要粮草和军饷 文才趁斗鸡眼不注意 拿了一根头发 随后秋生开始做法 让阿龙整骨斗鸡眼 这时斗鸡眼正在街上巡视 在阿龙的指引下跳起了舞 跳得那叫一个猛骚 后面的小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把斗鸡眼给抬了回去 随后被道士破了竖法 到了晚上 文才去找秋生讨论大帅的事情 说他们可能会在小镇附近的山头上盗墓 与此同时 道士找到了小僵尸 正准备带走小僵尸的时候 文才和秋生赶来把道士给打了 第二天斗鸡眼就把秋生给抓了起来 随后阿龙和文才想贿赂斗鸡眼 把秋生放出来 但是斗鸡眼压根没听 还把师兄二人给关了起来 第二天 大帅就带人挖了一个有符咒的棺材回来 本想当下就开关了 但是道士说要晒七天太阳 去取阴气 图个安心 大帅就同意了 留了两个官兵看着 就各自回去睡觉了 俗话说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这不还没过一会儿 斗鸡眼就趁两个官兵上厕所的功夫 来开关想拿些宝贝 就在准备拿的时候 两个官兵突然回来了 然后看到棺材露出了绿光 两人就去查看 却没想到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其他人听到动静 也急忙赶了过来 就在这时 僵尸破关而出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僵尸 而是精讲僵尸 会飞 会笨 会走路 还会骑马 就连道士的符咒也镇不住 一瞬间 整个阵子被感染的只剩大帅 小倩 斗鸡眼 甘宝 小僵尸和秋生三师兄弟 新人都变成了僵尸 还传承了金甲僵尸 飞檐走壁的技能 第二天 甘宝就带着小僵尸 把秋生三人救了出来 几人急忙和大帅会合 制定了作战计划 大帅和斗鸡眼去引走僵尸 小倩带着甘宝和小僵尸 去阵外躲着 秋生三师兄弟 则去对付金甲僵尸 到了晚上 大帅和斗鸡眼在纸扎店二层 唱歌引僵尸 但是由于数量太多 不慎落入僵尸手中 而秋生则带着文才和阿龙 去打金甲僵尸 就在师兄弟三人扛不住的时候 联手请来了殷书 不过这殷书乍一看 不太像啊 但是也管不了那么多 殷书把师兄弟三人的剑 合三为一 三两架就把金甲僵尸给干掉 随后秋生三兄弟就去打僵尸 但是总有弹尽粮绝的时候 直到最后 三兄弟就和僵尸们同归一尽了 而小倩也独自抚养了 甘宝和小僵尸 故事结束 画面转回到中转站 男主恭敬的为牌位戴上活佛 据说这个电影是为了纪念殷书才拍的 不管这电影是不是五毛钱特效 再次敬上殷书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吗